擁有將近三百年歷史的新竹城隍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附近街道顯得空蕩蕩 店家們站在原地望著冷清的大街 等待著客人上門 內心充滿無奈 現在有賺錢了 剩不到一半就對了 可能就是沒人了 是啊 辛苦了 大家都會很辛苦 自從新冠疫情持續蔓延 新竹城隍廟前的攤商 生意減少五成 許多小吃業者咬牙苦撐 雖然政府推出紓困方案 只要是登記自營業 勞保投保薪資小於2.4萬者 包括個人開店 水電工 攤商等 一個月補貼一萬塊的津貼 持續三個月 政府的好意啦 可是講真的 在私資上的幫助並不大 要申請的管道 也沒有那麼簡單 然後有很多攤商 也是不曉得要如何去申請 對於傳統的小吃業者來說 反覆的申請管道 搞得他們補灑灑 又擔心拿到補助後 還有後續的查稅相關事宜 讓店家直說幫助不大 1月12號開始動工 預計會休息差不多30天一個月 面對疫情寒冬 不知何時結束 眼看生意不好做了 城隍廟攤商管理委員會 乾脆讓店家通通休息一個月 除了可以躲避疫情之外 順便把廣場的環境大整修 希望等待疫情結束後 可以用全新的面貌 再度迎接各地來的遊客 記者侯孟千孫傑 新竹採訪報導